那么这件事情我发现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我决定跟他好好谈 我去请教他说 为什么为女士服务 就是包含开车门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很盛大的仪式 他说呢 当年我在海军官校毕业的时候 当我在海军学校受训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的人民 然后特别是如果在船上发生事情的时候 要先保护妇女 哪位男士说的 对 声音特别大特别响亮 是的 我们要先保护妇女 要保护儿童 所以对海军学校这是一个人生的使命 好 这时候我们就再回来想 对怀死我来说 就是一个开车门的小动作 可对他来说是包含他的人生使命在里头的 所以他是幸福感在里头的 好 所以对我来说 我学会了去读到对方的幸福感是什么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为对方定义幸福 因为对方的幸福在他从小到大 从出生前就已经直 就已经根植在他的细胞里 根植在他的基因里 在包含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都在告诉他什么叫做幸福 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定义 但是我愿意和你对话 帮你谈出来 原来这对你来说是幸福 那我做得到吗 我做得到 好 那我愿意服务你 让你感受到幸福 而我也觉得被服务 这种感觉好不好 好 真好 好 那么讲到这我差个话 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差 我还在谈同样的事 但是我从这个故事中差出来一下 请问你 在座的你 你有没有告诉你心爱的人 告诉他对你来说什么是幸福 没有 有 太好了 你愿意说说对你来说什么是幸福吗 给我做饭 给我做饭 然后他就帮你做饭了吗 对 他超级会做饭 那现在他负责做饭吗 他周六周天做 平时要我做 我做 是 那你愿意平时你做周六周天让他做吗 感觉超幸福 超幸福 是的 所以 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感受到幸福的原因了 第一个 我知道什么东西让我幸福 然后第二个我有能力把他说出来 然后第三个 对方用他做得到的方式来做 我就觉得超幸福了 我也曾经遇到过 就在这里 不在别的地方 我不说是谁 怕他不好意思 我也曾经遇到过有学生说不行他就要一个礼拜七天都帮我做 他才叫做爱我 就是做饭这件事 我们家做饭必须一个礼拜七天都是我老工作 我才觉得我是被照顾的 这个时候这样的人容不容易觉得幸福 不容易 太难了 一个礼拜七天 他有时候工作要加班是吧 他有时候他以为很累 OK 所以幸福感要小心 你要不要给自己定额标准太高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是创造自己不幸福的来源 好 OK 回来我刚刚的故事 好 我终于知道说 哦 原来这件事情对他那么重要 那么有一天呢 我们去 因为我们到处旅行 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了成都的一个非常偏的乡下的一个 这种小的酒店 然后这个小的酒店呢 它是有 它的屋子只有两层楼 但是它所有的服务生都是女性 好 你们大概猜到我要说什么了 然后我们的行李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通常旅行的时候会带很多的行李 因为我们工作上的需要 就好大箱 好大的箱子 而且好几箱 然后这些大的箱子全部要扛上二楼的 因为我们的房间在二楼 结果 门一开 然后 我先生就说了 哎 我们需要服务生帮我们把行李扛上二楼 然后我就说哎 服务生麻烦来帮我们扛行李上二楼 然后服务生就 三 五位 女士 全部就冲出来了 然后每个女士都个儿都非常娇小 大概就像你这么娇小 对 对上都是非常个儿娇小的女士 然后就冲出来 他就开始一人扛个行李 准备扛出去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被制止 被挡住 为什么 女士 他要服务于女士 对 因为他要服务于女士 他不能忍受看到有女士来扛行李 虽然他们是服务生 所以他说你们大喝一声 把他们吓到 你们全部退下 stop 把他们给吓到了 然后由他一个人一个人 慢慢慢慢一箱一箱的往上扛 虽然我们是客人 但是对我来说我支持他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对他来说什么更重要 对他来说这个地方跟什么尊严没有关系 就跟面子没有关系 就跟谁是客人 谁是服务生没有关系 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这么娇小的女士怎么可以让他们做这么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是男人干的活 袖子卷起来自己干 好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是其实 记不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搬椅子的时候 我当时就喊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请男士来帮忙 有没有 然后呢我们在说 如果万一万一真的坐不下的时候 我说的是 请男士坐到前面来 坐地上来 那其实也是因为我尊重我的丈夫 他们有这样子一个传统 所以好 我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就是不表示说女人比男人重要 这跟谁比较重要没有关系 好吗 就是在这个生命当中 男人愿意服务女人的一个概念 可是 可是 为什么现在的大部分的女人 在不幸福的时候 因为你们现在是幸福的时候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幸福的时候 大部分女人在不幸福的时候 通常就会发生在 关系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而关系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是发生在 我们跟男人之间 我们开始有一些角力 有些竞争 有些不服气 你们同意吗 好 这时候很多女士点头 好 同意 我们现在可以接受这个概念 叫做男人服务于女人 但是我们似乎不太能够接受 女人也要 服从男人 我们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觉得服从就代表地下 但服从和地下有关系吗 其实不见得有直接关系 完全跟你自己的心态有关 如果我觉得这个服从是 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 是不是要有人做最后的决定 那当这个人做了决定之后 其他人就服从于这个决定 代表其他人就不重要吗 不是 只是事情必须要有人做决定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事情 根据不同的事项的需要 我们有不同人负责做这个决定 但一旦有人做决定了 我们就支持他 是这样子没有错吧 我们公司可能有三个部门 五个部门 十个部门 各个部门的主管 必须为他的部门做决定 是不是这样 但一旦那个部门的主管 做了决定 其他部门主管 对他的支持 算是比较低下 没有面子吗 不是 好 那就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想我们未来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也就是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位置站对了 我们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角色里 我在一个公司 我在一个什么部门 我在这个部门 我就尽全力的去把我能够贡献的贡献出来 做我该做的决定 同样的在家庭里 如果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角色站对了 就是我们让男人去做男人该做的事 他周一到周五他就是比较忙 所以呢 我愿意来做菜 但是星期六 星期天的时候 他也愿意下厨 我觉得很幸福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把这些事情很好地体现出来 我现在愿意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同学也在场 我相信他愿意听到这个例子 我们有个老同学 他跟我们一起上课很多年了 他在跟我们很多年上课 他很有趣的就是一个因缘巧合吧 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 他的小孩大概只有七八个月不到一岁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小孩 认识他们一家人 因为他当时把老公啊妈妈都带来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上课 但是呢家人就是在度假村度假 我们就认识这个小孩 认识他们一家 当时就告诉他说 嗯 现在呢 有你作为妈妈 孩子要常常待在身边 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当孩子七岁之后呢 你要让爸爸都和他待在一起 因为在七岁之前 他正在形成他的性格 形成他的个性 所以这时候你要给他很多很多很多母性的爱 到七岁之后呢 孩子他需要去发展他自己的生活天地 他需要开始去认识这个世界 比如说他会开始上小学 比如说他要开始去认识到 哦 叔叔 伯伯 阿姨 所以认识世界这件事情 通常是由男人来带领孩子去认识世界 他跟我们上课很多年了 五六年 所以这些事情他不断地反复听 不断反复听 他也觉得说是 是这样 没有问题 是的 结果 今年孩子上小学了 正好他丈夫有几个月的时间 可以在家 可以陪着孩子 带孩子去上课 那一天呢 孩子要去上课了 要出门了 然后呢 牵起爸爸的手 就回头跟妈妈说 妈妈你不用来了 爸爸带我去就好了 你猜想他的心情怎么样呢 失落呀 他做了好几个月的功课 去适应这件事情啊 虽然在前面的六年 五年的时间 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 做了很好的铺垫 他在理智上认为 自己已经完全接受 但是当儿子回头 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自己是完全不甘愿的 完全觉得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把我抛下了 这几年爸爸对你的付出 有我对你付出多吗 你居然可以牵起爸爸的手 就告诉我说 你不用去了 我跟爸爸出门就好了 好 所以在这个时刻 其实我们就要回头想想 为了这个孩子的幸福 什么是最好的 放手 很难对吧 但是 但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幸福 我要放手 我让他开开心心的 牵起爸爸的手 去上学 有爸爸带着他 去认识小朋友们 有爸爸带着他 去认识其他新的世界的可能性 那么这时候 妈妈内在一定会经历这种 好像一个肉 从你心中割掉 第一次从你身体 第一次从你身体一块肉出去 对吧 第二次呢 是从你的心里 你要允许他从你的心中慢慢慢慢地走出去 去走向他的世界 好的 这和我刚刚说的幸福和站队位置有关 如果这个妈妈 他这个时候提醒自己 我这时候站的位子 就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在我的孩子七岁之前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能做了 我已经完全尽力 没有任何的遗憾 没有任何的后悔 我能做的都做了 而我丈夫现在居然正好有空 可以陪着我孩子 在他七岁 这一年正好上小学的时候 这几个月可以陪着他 我太开心了 我愿意去面对我自己的失落 我愿意去面对说